周末遇上佳节前夕 路上车多人多 本来意外风险就大大提高 但是不负责任的驾驶人士竟然还吸食毒品 在亢奋状态上路 害己害人 执法部队在路检行动中 就拘留了三名吸毒驾驶人士协助调查 陆路交通局昨晚8点开始 连同多个执法机关在吉隆坡文良港一带 展开检举摩托车特别行动 拦截抽检了450个司机和摩托车骑士 当局对24名行为可疑人士展开尿检 并发现当中三个人对大麻或冰毒呈阳性反应 立刻逮捕归案 陆路交通局当场开出304张罚单 扣下了10辆交通工具